第五百六十二集 三个小家伙身边都是有小跟班的 他们请假了,小跟班们自然也要跟着的 不过三个小家伙刚出了学堂 就看到三个人站在那儿,显然是在等他们 黑豆哥哥,你又要扔下我,自己跑吗? 小团子过来,紧紧抓住黑豆的手 哎呀,我会不高兴的 我只是去接我爹娘 黑豆很无奈 接公公婆婆,我也要去 小团子奶声奶气的开口 你不能丢下我 好吧 黑豆无奈的叹口气 青豆和蚕豆走到绿豆黄豆跟前 我们陪你们去 是啊,我们陪你们去 不用 不用 绿豆黄豆硬了一声,集体跑了 黑豆也牵着小团子,追着妹妹们跑了 蚕豆摸了摸鼻子 哥,咱们俩好像不受待见呀 你才知道呀 青豆摆了弟弟一眼 那怎么办呢 蚕豆皱起了眉 父皇母后可是说了 这俩就是咱们的媳妇儿,可是 凉拌 青豆摸完就往外走去 你去哪儿啊 蚕豆急忙跟了上去 蚕豆急忙跟了上去 当然是当护花使者了 青豆笑了笑 他们现在还小 不知道什么叫喜欢 那咱们就要多出现 将其余的可能出现的雄像都给赶走 那将来,自然而然,就是咱们的媳妇儿了 蚕豆眨背下眼睛 冲着大哥竖起了大拇指 哥,还是你高明 而走在前面的姐妹俩也在聊着天 绿豆,那两个人好烦呢 黄豆皱起了眉头 那就不要理他们好了 绿豆哼了一声 哼,那么小就想媳妇儿 还能做什么大事儿 想来肯定没出息 绿豆,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可是,他们是皇子呀 万一他们要是怒了 会不会去告状呢 然后,咱们会不会连累娘 连累村子呢 这个 绿豆也犹豫了 应该不会吧 可是万一呢 那要不,以后稍微理他们一下下 绿豆抬起小手 睡了一下 要不然,问问黑豆 好啊 黑豆正牵着小团子跟了上来 你们俩站这里做什么 等你啊 绿豆就将刚才的烦恼说了一遍 小团子一听 帅先开了口 还捂着小嘴儿偷笑了一下 哼哼,哎呀 他们是在喜欢你们 我娘说了 女孩子一定要矜持 就算喜欢那个男孩子 也不能表现出来 否则他们就会不珍惜你们了 三个豆子都无语了 小团子呀 你的矜持呢 你怎么不等着黑豆追你呀 你从穿开当裤的时候 可就在追黑豆了 你就不怕黑豆不珍惜你吗 小团子显然不知道众人的心理活动 反而得意地养着小脑袋 你们不用担心 会被天怒 我娘说了 公公婆婆可厉害了 说着 还过去挨个拍拍两个豆子的肩膀 小姑子们 你们有资本得瑟 绿豆黄豆对视眼 集体翻了个白眼 转身走了 还不如不问呢 小团子却皱起了眉 黑豆哥哥 他们怎么走了 我说错话了吗 没有 你说的相当对 黑豆俯额 小团子却高兴地笑了 杨如新和顾清衡真的是归心似箭 从京城回来的路上 基本没有耽搁过 可以说是一路狂奔 等到了莲花镇的时候 这才松立口气 啊 可以赶上家里的晚饭了 杨如新的笑容很灿烂 咱们家三个豆子 你觉得会不会生气 不理咱们呀 郭清衡也跟着笑 不会吧 杨如新一愣 随即也有些担心了 他们一下子离开了好几个月 这三个小东西 万一有意见可怎么办呢 郭清衡看着媳妇 微微变了的脸色 觉得自己说的有些过了 急忙伸手抱了一下媳妇 我开玩笑的 你别当真 虽然你是开玩笑的 可我却不能不当真呀 那三个家伙 不知道随了谁 不好忽悠呀 郭清衡一听 扑吃笑了 刚出了阵子 就看到四个小家伙 双手还胸 一字排开 站在路中间 鼓着小脸 正看着他们呢 不过 只有三个 是鼓着小脸的 还有一个 是一脸灿烂的笑容 杨如新看着小家伙们 原本忐忑的心 反而放下来 不由的扭头 看向自家男人 你通知的他们 没有啊 那这几个家伙 杨如新的嘴角 抽了一下 忽然瞪大了眼睛 难道 他们跟我们 说着 指了指心脏的位置 郭清衡点点头 嗯 之前咱们去泉州的时候 黑豆就说 知道咱们南下了 杨如新呼了口气 这三个小家伙的能力 已经成功碾压 他们夫妇了 不过 得找个机会 检测一下才好 四个小家伙 站在那里半天了 却发现自己的爹娘 竟然坐在马背上发愣 这是什么情况呀 哼 绿豆率先冷哼一声 这一定是我们的假妈妈 假爸爸 我们走 说着 拉着黄豆叫转身 假娘亲 假爹地 黄豆冲着杨如新 做了个鬼脸 黑豆腐 怎么情况 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呢 是真婆婆 真公公 小团子却大叫了一声 杨如新和顾青横的嘴角抽了抽 起码翻身下马 杨如新先冲着两个闺女跑去 一把就给搂进怀里 宝贝们 怎么是假妈妈呢 绝对是真的 刚才不过是 看到你们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时候 愣了而已 婆婆 还有我 小团子也挤了过来 两个小丫头身体刚开始有点僵硬抗拒 可毕竟是小孩子 在自己娘亲的亲亲抱抱下 很快就放松了 露出了笑脸来 黑豆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女孩子就是矫情 本来就想爹娘了 可是非要折腾一下 哎 顾青横此时 一把将儿子抱了起来 臭小子 你又高了 爹 你别动不动就抱我 我都是大人了 黑豆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小手还是搂住了顾青横的脖子 在爹娘这里 你们永远都是孩子 顾青横笑了笑 一个用力将儿子扔向了马背 黑豆不仅没害怕 反而兴奋地瞪大了眼睛 在空中的时候 自己自动地控制好了方向 一屁股坐在了马背上 公公 我也要跟相公一起骑马 小团子一看 顾不上杨如新了 急忙扑向了顾青横 顾青横可不敢扔小姑娘 急忙将人抱上了马背 放在了黑豆的前面 黑豆很兴奋 绿豆黄豆一看 也着急地大叫起来 顾青横过去 将两个闺女送上马背 她坐在了闺女的后面 杨如新就上了儿子 和儿媳妇的身后 一拍追风的屁股 走着 白色的追风打了个响鼻 率先冲了出去 爹 追你啊 绿豆大叫 追云 追你的主人 顾青横拍了一下追云的屁股 从后面追了上去 风驰电掣的感觉 让几个娃娃兴奋地大叫着 为了让孩子们高兴 夫妻俩没直接回家 而是绕着阵子跑了一圈之后 才回去的 家里人自然又是一番的高兴 董文秀甚至掉了眼泪 哎呀 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娘 对不起啊 让你们担心了 杨如新歉意地看向 抹着眼泪的董文秀 和红了眼眶的冯子兰 回来就好 冯子兰吸吸鼻子 都饿了累了 赶紧回房洗漱一下 以后就吃饭了 当天晚上 冷清了好久的北岸杨家 再次热闹起来 村里也有人过来凑热闹 还有隔壁的齐薇 一直住在村里没走 吃到杨如新回来 自然要过来聊个天了 一顿饭 一直吃到华灯初上 回到家的日子 就变得悠然了起来 你说 这藏宝图是真的吗 杨如新终究还是将 空间里的六张藏宝图 都拿了出来 真的拼凑成了一张 万张的地图 那谁知道呀 不过 你要是真感兴趣 我可以陪你去看看 反正 他的余生就是陪伴媳妇 媳妇要去哪 他就陪着去哪好了 冰锦 你去将杨和叫来 杨如新冲着外面 喊了一句 是 冰锦应了一声 就下了楼 杨和 就是当初六个 互保丫头中的迎春 之前被毁的容貌 已经恢复了 来了杨家之后 一直跟在四妮身边 兴许是以前的遭遇 让她厌烦了 现在都快三十了 可就是不想成亲 每天最喜欢的 就是教大家弹琴 以后 还要跟着四妮 做陪嫁妈妈呢 而四妮不仅 是她的主子 还是她的得意弟子 几乎得了她的真传 其实这一点 也是让杨如新 没想到的 小四妮竟然在音乐方面 这么的有天赋 看着杨和 虽然无奈 杨如新也没强求 毕竟人生 并不是一定要成亲生子 才能圆满 只要她自己过得开心就好 杨和来得很快 虽然已经快三十岁了 因为心境平和 保养得相当不错 说得十八九 肯定也是有人信的 夫人 您叫我 杨和进门行礼 来 你过来看看 杨如新指了指桌子 熟悉吗 杨和诧异了一下 急忙走到桌子边上 只一眼 就倒吸一口凉气 夫人 这 眼眶有些泛红 有点意外 这六块藏宝图 竟然叫我弄齐了 杨和忽然呼了一口气 似乎放松了很多 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你们六个人里 活着的人 只有你和杜鹃了 或者说 还有活着的 我们并没有找到 现在 杜鹃人在泉州 所以 我只能先问问你的意思 杨和却摇摇头 夫人 这东西现在不是我们的了 在夫人手里 那就是夫人说了算 万一 真的是藏宝呢 那也是夫人的福气 杨和笑了 而且 我总觉得 如果真是宝藏 在夫人手里 总比在别人手里要好得多 你这么信任我呀 在这个世上 如果夫人不可信 那就没有可信之人了 杨和看着杨肉欣 夫人要怎么做 不需要问我 我现在是杨和 是四小姐身边一个管事婆子 仅此而已 嗯 我明白了 我会再去信给杜鹃的 问问她的意思再说 我觉得 她肯定跟我是一个想法 杨和说的很肯定 行吧 如果她也是这么想的 那么到时候 我就去挖宝藏了 杨如新点了点头 看向顾清衡 接下来绘图 就交给你了 她虽然也会画地图 却不如自家男人画地好 杨和点头就要退出去 哎 你等等 杨如新却叫住了杨和 走吧 咱们聊两句 杨和顿时满脸忐忑 跟着去了房间里 你别紧张 我不知道教训你 杨如新看向杨和 我只是想跟你说两句话 杨和微微点头 这些年 你在咱们家过得还舒心吗 杨和愣了一下 其猫点头 很好呀 大家都将我当家人 既然这样 那我希望你能放下心结 杨如新拍了拍她的肩膀 虽然一个人过日子 不见得不好 可我希望你不要那样颓废 杨如新曾经看过 她一个人坐在屋顶上 望着天空的落寂样子 知道她内心还是封闭的 我 杨和想说自己没有颓废 可张着嘴却说不出来 她虽然表现得很淡然 内心还是一片灰败的 你才不到三十岁 怎么每次都将自己弄得 跟个老婆婆似的呀 这样可不好 杨和垂下了眸子 夫人 我明年就满三十了 三十岁的女人 可不就是老婆婆了吗 不 在我看来 三十岁的女人 才是最有魅力的 没有了十几岁的莽撞无知和天真 经历了一些事情 也看到了一些事情 正是一个人 逐渐变得成熟的时候 怎么能是老婆婆呢 我并不想强求你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 人生就这么短短几十年 真的有必要将自己过得那么封闭吗 记住 只要你不违背人伦道德 不反叛谋逆 只要你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那么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能护得住你 你明白吗 杨和瞬间瞪大眼睛 看着杨如新 杨如新对着他 微微点头 杨和的眼眶 微微泛红 点了点头 好 那个 下面 说正事吧 杨如新摸摸鼻子 咳嗽了一声 啊 杨和皱起了没 感情刚才说的 都是铺垫嘛 是这样 呃 云王府的人 托我打听你 想 我不会做妾 更不会嫁进皇室的 杨和急忙摇头 云王那样的人 就更不行了 你想什么呢 杨如新扑斥一声笑了 我说的是 云王府的人 是云王手下的允战 啊 就是断了一条胳膊的那个 你有印象吗 杨和想了想 点点头 那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男人 就是皮肤黑了一点 这次 我在京城的时候 他偷偷过来找到我 说是喜欢你 想让我 问问你的意思 杨如新说着 将一个盒子 递了过去 啊 这是他让我 送给你的簪子 如果你也有意思 就戴上 如果你看不上他 那就算了 就当没有过这样的事 他能想到 云战跟杨和的接触 也就是之前 云王来村子的时候 带着云站过来的 还说 让他来这里养老 杨和皱着眉 看着杨如新 一时之间 有些眉反应过来 他胳膊受伤了 自然无法再做隐蔚了 所以 云王开恩 给他除了奴旗 原本想要做主 给他娶个媳妇的 没想到 那小子看上你了 哇 杨和的脸有些红 虽然他胳膊断了 他可以娶个年轻的姑娘 我 你如果是因为这个 就没必要了 他喜欢你 就问你 是不是也对他有意思 他都三十多了 你还不到三十 有什么配不上的 可是 反正还有时间 你就自己慢慢想想吧 如果你愿意 那他就会正式过来 落户咱们村子了 杨如新将盒子 塞到了杨和怀里 转身走了 顾青行看着 走过来的杨如新 扑吱笑了 你还真有当红娘的潜力 是啊 我就是闲的 杨如新也扑吱笑了 不过 能撮合有缘人 感觉还是不错的 忽然 瞪大了眼睛 青行 是不是 该跟两个娘的事 也操办起来了 可以操办 只是 两个娘好像 都没点头吧 可是他们 也没拒绝呀 这个时代的人 就是这点不好 总是那么矜持 明明喜欢了 却还要装一下 看着都累 这个时代 顾青行抬起头来 眸光闪烁 杨如新愣了一下 他虽然跟顾青行 分享了自己空间的秘密 超能力的秘密 却没有说出 自己穿越的秘密 想说就说 不说 就当我没问 顾青行看到杨如新的躲闪 抬手摸摸他的脑袋 低头继续画图 我不是不想说 我是 不知道怎么说 怕我承受不住吗 有空间异能 这样的事 我都能承受得了 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那我要说的是 我 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呢 顾青行的笔 微微顿了一下 抬眼看向杨如新 那是 什么时代的 千年之后的人 杨如新指了指天 我虽然也叫杨如新 却不是杨大妞 通俗点说 就是借尸还魂了 顾青行皱起了眉 你害怕了 杨如新的心咯噔一下 没想到 这个话题竟然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说出来 显然 有些草率 当初告诉 顾青行空间的时候 起码还找了一个 很漂亮的黄昏来说的 今天的仪式感 可不强呀 星儿 你还会 回去吗 顾青行不打反问 很紧张地 看着杨如新 杨如新摇了头 肯定回不去了 我娃都生了 难不成 还能带着你和娃 一块回去吗 那我就没什么 好害怕的了 顾青行说着 转身点头 继续画图 杨如新的嘴角抽了抽 不过很快笑了 走过去 伸手从后面 抱住了男人的腰 将脸靠在 顾青行的背上 放心吧 我舍不得你 嗯 我知道 所以我不怕 娘 就在此时 外面响起一声 嘹亮的声音 房门瞬间 就被推开了 可是小家伙们 又退了回去 我们没看见 就是 我们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